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不知道的 说不定就是说 当然我也没了解过 说不定他们很多的人 根本就连音乐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没学过 然后最后是只是工作的安排 他们在做这个内容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音乐专业的记者 那你对这种业余的这种东西 外行来对这种音乐圈的 所有的发展的情况进行报道 就是说你的这种采访 它当然就是很混乱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 中国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对于媒体来说